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如福的2174宗病例 即将在下周召开的第14届国会第4期第一次会议的流程表出炉 不过本次会议流程并没有纳入对首相的信任动议 根据公正党班底国区国会议员法米上载的照片 国会在元首发表施政遇词后的首个事项是临选副议长 接着是内政部长动议指示国会复会期间 总警长必须确保国会议员不受任何阻拦通行国会 另外议程表当中也有一些议员的提问 甚至有其他的法案 但就唯独没有首相信任动议 也没有撤换议长动议 值得注意的是 掌握国会与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望主乃迪 今天召开记者会时表示 元首已经预准不再需要对首相的信任动议 望主乃迪解释 元首已经确定了114名国会议员支持伊斯麦担任首相 而他认为短时间内议员们应该不会转叹 当顺及部长如何得知元首预准时 他说是首相伊斯麦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 把元首的决定转述告知他 接下来我们来跟进森美兰公正党内部分歧问题 蓝眼森州主席阿米努丁遭炮轰领导无方之后 这位森州大臣将在党高层会议当中做出解释 根据网媒The Vibes的报道 公正党通讯主任发明表示 森州政府在抗议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果 疫情大为好转 因此没有人会希望在这个时候 看到州政府更换领导层 发明也透露 党最高领导层将在本周开会 且已经要求阿米努丁解释情况 同时寻求一个和平解决方案 手心手背都是肉 森美兰公正党内部风波 给公正党主席安华带来考验 早前出现在联署文告 声明对阿米努丁失去信任的 安邦案州议员拉斐毅 向今日自由大马承认 三州公正党领导危机确实存在 而有关问题已经留给安华解决 拉斐毅也强调 这个政治危机只涉及公正党内部 而不涉及州政权 他坦言 如果他们大从一开始就要涉及州政府 可以致力推翻阿米努丁 但他们并没有在州议会当中 对阿米努丁成不信任动议 前首相梅努丁执掌国家复苏理事会 引起热议 除了在野党批评最项委任 就连执政联盟的巫统最高理事 不爱也开枪反对 不爱在脸书撰文 抨击国盟青年团长凯利拟战 赞扬了梅努丁放弃领取任何津贴 显示其志向远大的言论 他认为说 首相职位的权力 比起理事会主席还要大 但梅努丁已经有17个月当首相的机会 可是他失败了 不爱也质问说 梅努丁有何该效仿之处 当证明失败 而且被迫辞职的时候 他理应不去拿回职位 提到梅努丁 媒体消息指出 一些巫统国会议员 对梅努丁受委成为 国家复苏理事会主席 并不高兴 消息告诉The Vibes 早前撤回对梅努丁支持的 14位巫统国会议员 以及最高理事会成员当中 有很多人并不同意这次委任 前首相梅努丁虽然已经下台了 但是梅努丁边加岸区国会员 阿莎丽娜表示 失败政府的标签 还是阴魂不散的笼罩着梅努 而这也是梅努所忧虑的问题 也是梅努最高理事的他 向今日旧大马说到 即便现在是新人一次卖任相 但那些对于梅努丁的谴责 可以转向梅努 他也提及 梅努丁现在一定要意识到 政府中个别政党的过失 最终也将对梅努丁 带来负面的影响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别忘了点赞分享出去我们的视频 我们再会了